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在今天排审民进党团的国会改革法案 但蓝绿两党在程序发言的阶段就互控对方扩权瘫痪意识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更怒劈蓝白过半自一妄为 难保不会有第二次318运动发生 这也让国民党团总召傅昆琦回酸柯建民 真是疯了要送医治疗 最后会议只开了78分钟 就被蓝营提出的散会动议草草结束 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派审民进党团国会改革法案 但才刚进入程序发言和会议询问阶段 蓝绿两党总召就吵得不可开交 无始至于我们的国会 难保第二次318运动不会再结局 全民的生命都被他建立的脚下 还有脸在这里讲民主 还要318 你真的疯了 I'm watching you 你清醒一下 没有的话我待会儿帮你送医院 护批对方扩拳滥权 对于上周民进党急招委中嘉宾 那会议休息将近三小时延档一成 双方也还没翻页 民进党做的就是议事规则 在一党做的就不是议事规则 我平常谈你的法案吗 我平常谈你的法案 他出来打球嘛 蓝营提案要求民定休息时间 而上回遭律营提出40次散会动议老乱 这回也出手反制 没限嘛 反对者请举手 你罢要有 下着人数优势 加上民众党的黄国昌弃权 会议只开了短短78分钟 法案都还没实施审查 就草草散会 一个散会动议啊 就把他给严格掉了 没有人得力啊 就是一团乱 就是焦土 痛批蓝板联手没收委员会 炮轰不敢逐条审查 尤其国民党招委吴宗宪更自爆 上回为了防范议事攻防 还遇藏八支麦克风 也引来滥用自愿之仪 没有别的想法 只是希望议事能够顺利 他就是单纯要瘫痪会议而已 国会改革法案 朝野持续激烈攻防 但依旧又没实质讨论 想得到共识 恐怕没那么容易 借参考冯奥宇台北报道